我的觀看是2017年中華職棒選秀各個出路 包括美國選秀的總管廖建復中信兄弟賴宜成再來 三十幾個月明日執行都國外出現在嘉義七的民生國中 和由廖建復和賴宜成 然後特別回到幕後和學弟妹來分享心得 收到蘇星,你很歡迎 2021年中華這場選秀各個出路 同意七的民生國中 會擁出五位的中華這場明日執行 其中選秀中華廖建復和中信兄弟球員賴宜成 特別回到幕後 免來學弟勇敢對方 後党臺民軍參與幫救隊的隊員在校門口歡迎 曾經只得過他們的教練團 也希望他們繼續努力來進出MVP 我一直很努力 像廖建復人家打一次他已經打兩次三次以上 他自己都非常的苦練 那賴宜成這個選手都有虧 蔡教練一路的信任他投手教練 所以感謝四勝五還有學校 一屆的校長對棒球的支持 選上的時候就是很開心 然後就是很謝謝南米國球團有這個機會 就是對我的青睞 然後我也會好好加油 就是回饋這樣子 然後也謝謝國中的教練們啊 老師還有家人這樣 就是一路的栽培我就很感謝他們這樣 說實在一路上他從國小到這個階段 真的這個過程也是蠻辛苦的 而且他真的自己想要的目標都會設定 自己去打拼 自己也肯學啦 我也是謝謝佟醫師對我的肯定 然後也謝謝那個我們嘉義高中的教練 蔡教練他願意讓我到嘉義高中就讀 然後再陪我 他這次能夠讓佟醫隊選上 然後就是對他的肯定 希望他將來能夠有很好的發展 在新月今年 中華這帮選手中完 廖建復公公地的時期 他的優秀上 福建秀擁三個月 一度想要放棄 但是乎美女親鼓勵他勇敢面對 他剛才想像美國大聯盟 弘外隊的入米這帮選手林子偉 是他主塔高院工商的學長 在這幾年回來台灣時也特別不用 讓他相當受到鼓勵 他回去之後好好幫救隊的 和副主義國這五位好友 作為選擇中華這帮的選手 而且廖建復 還有今年台北市大運 幫救代表隊的隊長陳崇宇 和吳明洪比青澤西三保 是民進國中的共贏 水星新聞 中華民 翁小帥 加義氣 蔡宏寶島 謝謝 感谢观看